美国中部地区暴风持续肆虐 在德州 奥克拉荷马州 堪萨斯州引发龙卷风 恶劣天气一路从德州向北延伸 气象预测从当地时间星期四中午到星期五 暴风将持续在南部平原带来强烈龙卷风 已经在奥克拉荷马州西部跟德州部分地区 发布了龙卷风警戒 另外在美国东北部发生罕见的晚春暴风雪 科罗拉多州的丹佛郡 42年以来第一次在5月17号以后 降雪超过10公分 厚重积雪加上强风 路数跟电力设备受损 造成部分地区断电 气象预测除了山区以外 降雪会在当地时间18号晚间减缓 大爱新闻黄间编译